大佛底如来密音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受愿远近 见愿法师慈悲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七面 人是明十八戒信 那么本经一开始 是阿弥陀者他提醒佛陀开示 身为一个菩萨应该怎么来修学 大乘的燕顿子观 以及他的前方辩 那么佛陀在回答的时候 先回答 我们在修子观之前 应该怎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这个准备的工作 简单的讲就是建立一种 如来藏妙真如信 沿山地里 也就是建立一种大乘的政见 这个我们一路这样子学习过来 我们有一个感觉 佛陀在培养一个菩萨 在观察人世间 他是希望我们分两部分来观察 一个是一种真实的 一个是希望 一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功德 一种是一种生命变化的因缘 这两部分 那么佛陀在花明争望的时候 是先噎着内心 再噎着外境 从内心上来说 就是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能观的心 那么从内心来说 佛陀是从七处过幻跟十番显见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内心 当你安住在攀岩心的时候 那么你已经安住在一种西万象 因为你攀岩心 它基本上是随外境而生灭的 尽有则有 尽无则武 那是一种一时的情绪 那另外一个是常住真心 就是说 从你内在的亲近本性 所发起的一种广大的愿望 上求佛道 下花众生的愿望 那么这种菩提本宴 它是不生不灭的 它不随外境而有所变化的 所以从内心的角度 佛陀要我们弃生灭 守真长 安住常住真心 而破足希望的攀岩心 这个是前面一科所说的 到了后来的时候 佛陀开始 噎着索观镜 来花明真望 所谓的会四颗容器大 那么在当中 佛陀在观察索淫镜的时候 它的重点在于 极空计较几种 极空所花明的是一种 诸法不变的道理 极甲是花明 每一个法有它当时的 生命的音源 极中的意思就是告诉菩萨 真实跟希望都很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是修小正法 大概 偏重在真实的空性 对于生命的音源 大概不会太重视 但是你如果修大正法的话 真实很重要 希望的音源也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戒甲 你就不能成就菩萨的资良力 你就不能成就万德庄严 所以菩萨是不能忽略假观的 因为你没有暂时的音源 就没有永久的功德 但是你又不能在假象当中产生明祸颠倒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以空观为根本 以假观为方便 所以他把空观放前面 我希望大家好好体会 为什么说极空即假即中 为什么不说极假即空即中 一定要把空放前面 因为你先得本 才成就自末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你修严顿止观 第一个 你的内心要按住常住真心 第二个 你的所观境 永远都是保持 即空即假即中的三地理 以空性的不变的离为根本 以这个因缘的变化 因缘合和 希望有生 因缘别离 希望明灭 这种因缘的变化 来当作一种菩萨的善巧方便 那么到最后 你要保持空有同时 空有不恶的中道思想 这个就是 佛陀在我们修严顿止观之前 在修二十五严通之前 你必须建立了一种大乘的政见 你才有资格修严顿止观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 五印六入十二处 这个四颗讲了三颗 现在我们讲第四颗讲十八戒 十八戒简单的说 就是六根六乘六四 那么这个戒的意思 就是戒线 它从总相来说是这种戒线 因为这个根 它是属于内在的 成是属于外在的 那么这个四是根层相互作用 在中间产生一种了别的作用 所以根层是各有它的活动的范围 所以叫做戒线 这是从总相来说 那么从别相来说 这个戒线又有这个种子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从音像来说 那么这个根层是各有它所生起的种子 同类的种子 根有各的种子乃至于事有事的种子 这个是由它生起的一个种子 第三个从果相来说 当一子义 就是根层是相互一子的 所以古人说 根层是 集一而三 集三而一 要么三个都有 要么三个都没有 因为它少了一个 两个就不能起作用 你看根层是 你有根没有层 那么你也没有根 只要少掉一个 这三个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叫做一子义 它三个是互相依止 好 那么前面我们讲十二处的时候 其实这个内处的根跟外处的层 已经说过了 那么内处的根跟外处的层 一接触的时候 中间产生一种了别的功能 叫做是 那其实我们这一段所发明的 其实就是在发明 眼耳鼻蛇生意六四 但是这个是 我们前面说过 它不能单独的生起 它必须假借根层的相互作用 所以也就必须把根层连带的 把它给说出来 所以也发明了十八戒 但是 我们在发明这个经文的时候 正式所破的 就是发明六四是没有字体的 主要是根据试来发明 这以下分两段 第一段总针 第二个别试 我们看总针的地方 父是阿兰 银河十八戒 本如来仗 妙真如信 佛仑 招呼了一声阿兰说 阿兰啊 为什么说这个十八戒 它的本质 就是众生本据 诸佛所圣的 如来仗 妙真如信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说过了 其实本金属花明的就是花明六四 那么把根层也连带说出来 提出这个问 我们看别试的地方 那么别试当中分成六段 我们看 一 明眼世界极藏性 二 明耳世界极藏性 三 明鼻世界极藏性 四 明蛇世界极藏性 五 明身世界极藏性 六 明异世界极藏性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明眼世界极藏性 那么这个一地方 就是说内处的眼根 去攀岩外处的射程 中间产生一种了别的掩饰 而这个掩饰 它当体就是读在上没有真如信 这个地方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根层是 这个根是一个心法 是也是一个心法 成是一个无情的设法 那么在维世学来说 这个根是个设法 所以这一点跟能力竟不太一样 维世学的根是色心和合体 是一个设法 那么我们在讲之前必须要先分别 那根跟是有什么差别呢 根是个心法 是也是个心法 这个六根 那根根的定义就是说 当我们五句是遇到外境的时候 接触第一刹挪 还不升起明言分别的时候 这种安住在自信分别的时候 叫做根 当我们升起一种明言分别的时候 第二刹挪以后 包括了随念分别跟基督分别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落入了诗 所以根是明了为意 这个诗就是分别的作用 这一点要把它区分 或者你到经文的时候 你会很难区分 根跟诗的差别 好 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 佛陀先标出这个所观境 就是眼视的所观境 佛陀说 阿南 正如你过去已经所明了的 眼色为眼 生意眼视 佛陀在大圣的方便教法当中 所谓为嗜邪 他讲到说 因为内在的眼根和外在的色成 相互的作用 而产生中间的一种了别的功能 这个叫做眼视 那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是 标出了一种因言所生法 也就是眼视的升起 他不能自身 也不能他身 也不能共生 是假界 内跟外层的相互碰撞 而产生一个明了的分别的功能 叫做眼视 标出了因言所生法 那么古人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这段当中就应该开悟了 但是我们顿根人必须往下给佛陀慢慢的花明 那么佛陀就把这个观念 把眼视的真实相 就详细的加以说明说 此事 那么这个明了分别的眼视 到底是怎么而有的呢 他到底是从眼根所升起的 那么就以眼根来当作他的根本 以眼根为他的界限 还是说这个眼视是从色尘所升起 那就以色尘为根本 以色尘为界限 那么这一段的意思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说 这个在佛陀经常用反正法 就是说 我们先假设眼视是有自信的 先假设他是有自信 那么身为一个有自信的东西 他一定有一个来得处所 那么 当我们证明 他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来得处所的时候 表示这个有自信是不能承认的 所以我们先假设 说假设眼视是有自信 有真实体性的 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眼根而来 还是从色尘而来 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就会牵动了以下的回答 我们看第一段回答 阿然若因眼生 既无色空无可分别 众有如是亦将何佑 如见又非青黄自白 无所表示从何利皆 说假设眼视是有他的真实体性 而这样的真实体性 是眼根所生 阿然若因眼生 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种实际上的矛盾 因为既无色空无可分别 我们从实际上的观察 单单只有眼根的明了性 没有外境的色尘跟虚空的刺激 这个眼色的了别是不能生起的 有根没有成是不能生起似的 那么众有如是亦将何佑 那么身为一个掩饰 他的功能就是了别 那么你没有成的刺激 你根本不能了别 那么不能了别 那你有掩饰有什么作用 你有得没有 佑者如见又非青黄自白 无所表示从何利皆 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眼根的功能 它是一个心法 不是一个色法 所以它根本没有青黄自白的这种形象 所以眼根本身 根本是无所表示 无所表示的时候 又没有外境的刺激 那么连根的功能都不能安利 不要说是 前面是破 是根本不能成立 这个地方是说 假设没有色空 你连根都不能安利 不要说是 所以说眼根从 眼是从眼根所生 是不合道理的 因为它离不开色尘的 所以它不能讲自身 这段是讲非自身 我们看下一段非他生 若印色生 空无色使 鲁是阴灭 银和视之 是虚公信 说是眼赤 是有字体的 那么有字体的 它就应该有来得出所了 它是因色尘所生 那么这样子讲 它的身体呢 是因色尘而有 就应该以色尘为根本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们的眼是 去了别 虚空的时候 虚空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时候色尘是不存在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的眼是 也应该随色尘而消失 因为你的眼是 是依色尘而起的 那你面对虚空的时候 那你又怎么能够 去了知虚空呢 因为你的眼是 应该随色尘而消失了 你又怎么了知虚空呢 但事实上不然 我们的确可以看得到虚空 所以这个是不合实际的道理 这一下又说明了 这个变化的问题 若色变时 如意是其色相牵变 如是不牵 借从何利 就是说 我们这个色尘 本身也会变化 你看青黄四白 我们一下子看青色 一下子看黄色 各式各样的颜色变化 那么 既然我们的眼是 是从色尘所生 那么色尘不断的变化 那我们的眼是 那么 也应该能够去了别 这个色相的牵变 我们也看到色相的变化 那么假设说 这个我们看到色相变化 那么我们眼是却不牵变 那么借从何利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说 掩饰是以色尘为根本 以色尘为戒 因为你人生的色尘 变来变去 结果你所生的掩饰 却没有改变 这个是不合道理 不合道理 所以借从何利 那么假设说是变 从变则变 借相之无 说你这个 色尘变化的时候 我眼是也跟着变化 你色尘变来变去 我眼是也变来变去 那么这样子呢 借相也不能安理 因为你这个眼是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一下子没有 一下子有 那你这个借相怎么安理呢 所以这个眼是的借相 根本不存在 你没有你独立的一种 独立的这个族群 独立的借相 你完全受别人牵动 你怎么会有借相呢 你连自己活动的借相都没有 不便折衡 既从色尘 因不适至 虚空所在 假若 我们的眼是不随色尘 而变化是恒常存在的 但是他从色尘所生 诸位我们讲过 色尘是一个无情之物 是没有感觉的 那么你眼是从一个 没有感觉的东西创造出来 那你也应该没有感觉 没有知觉 那你怎么能够去了结 虚空所在呢 所以这个跟实际也不合道理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眼是 不能说是从一个无情的 色尘所生 我们再看第三个 这个前面讲不他生 这个讲不共生 若见两种眼色共生 合者中离 离者两合 体性杂乱 因何成见 说是眼是 是从眼根跟色尘两个 合合起来 把它创造出来的 看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若见两种眼色共生 说是 眼是呢 是肩带的眼根跟色尘 两种的合合而共同生起的 那这个当然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合者中离 离者两合 体性杂乱 说啊 当眼根跟色尘合在一起的时候啊 那么两个人共同创造了眼是 那么这个眼是呢 一半是属于眼根所生哦 那么一半是属于色尘所生 那么中间呢 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气缝 那么另外呢 当他离开的时候 当眼是消失的时候 那么眼是一半还给了眼根 另外一半还给了色尘 那么这样子的合离过程当中呢 就产生一种体性掺杂混乱的过时 因为你眼根是一个心法 射成是一个无情的射法 一个友情跟无情创造一个 掩饰出来 那么你这个掩饰呢 当合起来的时候 一半是友情 一半是无情 那你到底是友情还是无情 你说我这个东西的体性 是一半是友情 一半是无情 世间上没有这种东西 你要么友情要么无情 没有说一半是友情 一半是无情 这个体性是掺杂混乱 所以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戒 你根本没有一种活动的范围 所以说是共生也不合道理 所以我们前面假设的问题 就不能成立了 我们前面假设的是什么呢 说眼是是有独立自主的体性 但事实上不然 因为我们找不到他的来处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也不从眼根而来 也不从射程里来 也不从两个合合而来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密之了不可得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 那么这个总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直眼根跟外在的射程为阴言 而创造一个了别的掩饰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假名假象假用 这个讲阴言计较 那事实上当我们去探讨他的体性的时候 是三处都无 眼根也没有自信 射程也没有自信 眼视也没有自信 都是阴言即空 前面讲计较这个讲即空 那么总结 眼根跟射程 其他从中间产生的这个眼视 其实是本非阴言非自信 你不能说他单独的阴言 也不能说他单独是自然 我们只能够说他是空有无恶 空有同时的一种中道的实相 我们这样子学 我们画的佛陀 他不断地训练一个菩萨 你一直常住真心在观外境的时候 你又保持即空即假即走 我们刚开始在训练事情的时候 先观察即空这一部分 就是说 每一部经在花明空意是不同 你看本经他花明空意怎么花明 很简单 你看我们看一个东西 过去现在未来 佛陀把过去砍掉 这个东西来无所从 他没有从什么地方来 那么把未来也砍掉 比如说我们今生的世界 你说我从什么地方来 你说我从前世而来 不对 因为前世的你跟今生的你不一样 我前世是一个女众 一个女众的五因身心 怎么创造今生的男众呢 这不合道理嘛 所以我们不能说从前世而来嘛 你说你从前世而来 你前世是长这个样子吗 不是这个样子 好 前世 来无所从 你说那你将往哪里去 我要到男生去啊 也不对 你男生也不是长这个样子 你男生也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你看每一个法就是怎么样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佛陀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把前头砍掉 尾巴砍掉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东西 无头无尾 其实佛陀在讲经典就告诉我 每一件事都是无头无尾 它只是一个中间的过程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因言何而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那么 你应该从这个地方看到空性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没有一个头 也没有尾巴 那表示他无自信 我希望大家听到空性的时候 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 空的意思 他是 没有不变真实的体性 他是自信空 但自信空 你按住在自信空 那你只有卸托的因言 你不能成就知了万德庄严 所以菩萨要观机甲 因言所生法 他是由他的假名假象假用 这一点不能忽略 为什么叫假呢 因为他是变化的 他是差别的 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所以每一个人看人世间 每一言各有各的道理 各有各的假象 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公安 说一个母亲 这个母亲 他去看大儿子在读书的时候 看大儿子在打瞌睡 拿一本书 结果他看小儿子在读书的时候 看小儿子在读书 拿一本书 也在打瞌睡 但是他的掩饰 产生不同的作用 你看 他的眼根跟大儿子的像 一碰撞的时候 啪 创造一个掩饰 他这个掩饰是怎么了别的 他的这个大儿子很懈怠 非常懈怠 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 他平常不一定会打瞌睡 他拿到书本就打瞌睡 他产生这样的掩饰 但是他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 他的眼根去碰撞 他小儿子的射程的时候 啪 也创造一个掩饰 这个掩饰啊 赞叹的掩饰 这个小儿子非常了不起 他连睡觉的时候 都舍不得把书本放下去 是不简单的 你看这个人到了睡觉的时候 还不忍心把书放下去 那么你说 他这个东西当地有真实性吗 当然没有真实性 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他的母亲跟这个小儿子的业 是比较善业 所以他创造出来掩饰的了别性 赞叹得成很多 所以我们跟某一个人因缘差的时候 你很难产生一个美好的掩饰 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老是活在假象 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 因为你如果受过去业力的影响 你怎么行菩萨道 你永远活在过去 所以 佛陀告诉你说 这个假象是不真实的 因为他受过去的因言业力的主导 所以佛陀告诉一个菩萨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因为你的感觉受过去业力的影响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吗 你永远活在过去 你就没办法突破了 所以 吉甲就是说 我们的确要面对很多的过去的业力 跟现在的现实生活的碰撞 产生很多的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那菩萨遇到这样的人事因言 怎么来调整自己 怎么来戒甲修真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是很难很难的 其实吉甲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找到你的定位 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你再把这个吉甲跟吉甲 想办法把它做一个平衡 空有同时空有无碍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 你就安住在守嫩妍王三妹 你就开始成就如来的命因 也就慢慢成就菩萨的守嫩妍王的功德 当然这个地方的观念 你要不断地重复的讯息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 掩饰它是吉空吉甲吉宗的道理 其实这个每一段经文 都在帮助你怎么修观 依教极观的 我们看下一段 明耳是戒及战性 这个地方是说 当我们内处的耳根 去碰撞外处的生神 会产生现前一个明了分别的耳式 而这个耳式其他当体也是吉空吉甲吉宗 也就是我们的独带照 没有真正的信 只是我们当面错过而已 看经文 阿兰又如所名 耳生为言 生以耳式 此事为父 因耳所生 以耳为切 因生所生 以生为切 佛陀又把这个我们的所观禁 表出来 说阿兰 正如你过去所能够明白的道理 说内处的耳根 其攀岩外处的生神 这种相互的因缘的碰撞 而产生了一种耳式的了别作用 这段经文就正式的说明 其实耳式是因缘所生法 是不自身不踏身不共生 但是这样子讲太简单了 我们往往很难从这几句话去明白 它为什么不自身不踏身不共生的道理 所以佛陀必须要为我们顿根人 再详细地花费 说这个耳式的字体 假设耳式是有真实体性的 那么身为一个耳式 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是从耳根的所来 那么以耳根为戒 它是从生成而来 以生成为戒 提出两个假设的问题 那么从文体当中 佛陀在家有花明 看经文 阿兰若因耳生 动静二相 进步现前 根部成枝 必无所知 枝上无成 是何形貌 那么不是耳根所生 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 它是分两段 第一段是花明 圣意根 第二个是浮成根 先看圣意根 说是耳式是从 圣意根所生 先看圣意根 圣意根它是维系的世道 说阿兰 假设我们耳式是从 生意耳根所生 那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那么它就是说 耳式是以耳根为根本 但事实上 当外境的动静二相 动向就是有声音 静向是没有声音 那么这种动静二相 假设不现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根 连根的了之功能都不能生起 那么耳根都无所知 那么这个之的功能都不能成就 何况是它所生起这个了别的事 没有的深层的刺激 连耳根的功能都不能生起 何况是弑的功能 所以弑从根而生 根本不合道理 因为你离不开声音的 是说是圣意耳根不能生 那是浮成根 来看浮成根 若取耳闻 无动静固 闻无所成 因何耳心砸色 促成名为世界 则耳世界 负从谁利 说是从这个浮成耳根所生 耳是从浮成耳根所生 那事实上没有 外境的动静二相 其实这个浮成耳根 也不能生起 这个明了的功能 这是第一点 其次还有一点 说是银河耳心砸色促成 名为世界 浮成耳根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耳朵 这个耳朵 其实它是属于 生耳的一部分 它所对的是一个促成 并不是一个生成 那么这样子一讲的话 你生耳 所面对的是一个促成 那么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耳世界 说是一个生耳 怎么会创造耳世 这个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浮成耳能够生起这个耳世 因为浮成耳是生耳的一部分 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促成 所以耳世 不能说从耳根所生 再看下一段 所以它不能自生 若生一生 是应生一游 则不关闻 无闻则亡生相所在 先到这个地方 说是他生 耳是假设是从 是由生因所生 那么这样讲 耳是因生成而游 它以生成为根本 那就不关于 那跟这个耳根的耳根功能 完全不能生起了别作用 所以没有耳根的明了性 你有声音也没有用 所以你说声音能够创造耳世 不合道理 你没有耳根 你还是不能产生了别 其次 是从生生 许生因闻而有生相 闻因闻世 不闻晦戒 闻者同生 是以备闻 谁知闻世 若无知者 终如草木 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挥 说假设 耳世是从生成所胜 好 那么我们纵然允许你说 在生成当中就记住了耳世 耳世从声音所生 所以当你声音出现的时候 耳世也就产生了一个 也就产生一个耳世 而这个耳世 能够了别 因生的动静之下 那这关有问题的 文因文世 文因文世 让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听闻到耳世才对 因为 声音能够创造耳世 你听到声音 你应该同时也听到耳世 那这样子的话 听到耳世就有两种情况要分别了 第一个 不闻非见 假设耳根能够闻声 但是却不能听闻到耳世 不闻 不能听闻到耳世 那表示 是不是声音所生 因为你听到声音 没有听到耳世 所以说 他不是 耳世不是声声所生 说闻者同生 是以备闻 谁是闻世 你说我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也听到耳世 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 那这样子呢 是以被闻 耳世变成了一种所闻 那谁是能闻呢 本来耳世是一个人了别的 变成了一种 变成一个被动 他本来是主动的 能分别的 变成一个所分别的 被听闻的 那么这个时候 能分别的是谁呢 因为是已经变成所闻了 一个东西 不能说 你又扮演一个能闻 又扮演一个所闻 不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 耳世已经变成所听闻的 那谁是能听闻的呢 那么能听闻的变成没有了 那么若无知者 忠如草木 那么一个人失去了 人听闻的耳世 生起了 失去的了别性 那你就跟一个无情的草木一样 所以说 你听得到你的耳世 也不合道 你听得到 那是谁听得到 没有人听得到 因为你听得到耳世 那耳世变成被听到 那谁是能听到呢 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我们看共生 不应生文杂成中介 介无中卫 则另外相互从何成 我们也不应该说 生成跟耳根两种参杂 而创造一个中间 叫耳世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介无中卫 因为中间的体性 是很难安立的 我们前面说过的 耳世 是由耳根所生 而耳根呢 是有情 生成是无情 那么这个耳世变成 一半有情 一半无情 那么这个体性变成杂乱 它杂乱以后呢 年代的连耳根啊 连生成都不能建立 因为你中间不能建立 内处外处都不能成立 所以共生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 事故当之耳生为言 生耳世界 三处都无 则耳以生 即圣界三 本非音言非自然行 说是 一直耳根 来攀岩色成 的音言 产生中间的耳世 这个的确是由 它的音言的 假名假象假用 这个讲音言即假 但是 三处多无 耳根 生成 耳世 都是音言合合 希望有生 音言别离 希望弥灭 它是当体极空的 可以说是来无所从 弃无所指 密之了不可得 但真实体系不可得 但是虽然不可得 身为一个菩萨 应该保持 对耳根 生成 跟耳世 保持一个 非音言 非自然 一个极空 极甲 极重的 忠道的观察 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察 其实 我们很容易去发觉 耳世是不真实的 你看我们讲同一个声音 你看 我们有时候在聊天 我们十几个在聊天 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出来 一个人 他经常赞叹别人的话 他那个耳世 他耳根跟声音碰撞的时候 他产生的耳世 都是很舒服的 他总是觉得 别人在赞叹他 你一个人经常诽谤别人 你试试看 你的耳根跟声音碰撞的时候 你产生的耳世 都是很适合的 你老是觉得 别人在挑你毛病 这个你自己很容易去 你自己很容易感觉出来 所以我们菩萨为什么叫借尽修心呢 你从外境的音言 你就知道你大概造什么 叶造的比较重 大概很清楚 所以这个吉甲是很有道理的 你的耳根 耳成碰撞 产生一个事 我们菩萨是从这个事当中 来产生反省跟检讨 凡夫是看到这个事 就随事而转 那就完了 也跟着希望而走 那就是获叶苦 那菩萨观察 极空极甲集中的时候 他是不迷不起不动 哦 为什么我听到别人讲话 都好像有人在诽谤我 那一定我有这个业 才会怎么样呢 行业发现 菩萨从这个地方开始忏悔 他是借甲修真 从这个假名假象假象当中 菩萨就观察 我过去的业 哪一个方面比较重 但是他既然是极空 他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这段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耳根去碰撞生成 创造一个现前的耳饰 这个耳饰 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它 最正确 就是极空极脚集中最正确 最正确 它当体极空 当体极甲 当体集中 而这个时候 你这样子观察 你就安住在手 嫩人王三妹 你就正确的走上 成佛之道 不减空 不左右 一方面能够无助 又能够身心 身心无助 做你该做的事 借甲修正 所以这个都是在修观的 这个地方的经文都在修观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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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起立